刘老板 外面怎么那么吵 也不知道 从哪儿来了一个罪鬼 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嘛 咱们本来已经散场了 可他不停非要进来 而且要求咱们 从头至尾给他再演一遍 黄公子看不过眼 跟他们理论了几句 没想到这小子 跟黄公子打起来 你再说一句试试 老子不把你门起来 打下来 算你长得精神 你松手 松手 我打死你 打不得 打不得呀 为什么打不得 让他多管心事 多管心事就得了 他可是虎头帮帮主 黄金宝的大公子 别说你打他了 就算碰他一根寒毛 你也得跪着给他扶起来 什么大公子二公子的 都是老子孙子 你 你 赵金大公子 赵金二公子 我赵金三公子 住手 这位先生 不知为何 发这么大的火 还欺负老子 他怎么欺负你呢 老子花钱了 就得看热闹 您是想看演出啊 现在演出结束了 请晚上来 不行 我就得现在看 就得现在 你这是个无赖 你地痞 你流氓 阿飞 你没教养 行 还敢骂是吧 骂得好 给我等着 您不就是想看演出吗 这有什么难的 我给你演就是了 蓝小姐 黄公子 我先谢谢您 这年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凡事 还是稀释宁人的好 这 您什么都不用说了 红燕 你去请大家 再辛苦一下 我给他演 快去 快去 麻烦您先请坐 我去准备一下 咱们就开演 您看行吗 我去 曼姐 你真要给她演啊 那还有假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赶紧修装补妆 我不 好妹妹 听话 一博 干什么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你跟人打架了 快点让我看看 我没打架 没打架 那你嘴角上的血 摔的 我不小心摔了一脚 真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快点 到我屋里 我给你上点药 不用 我爸呢 他被皇军特高科 科长林沐寝去了 林沐寝他去干什么 一是交朋友 二是合作 我们要京城合作 科长阁下 您说的京城合作 是指什么 是 立体的 全方位的 您能不能再具体点 也认为 他刚才做的 亚人 她的 我们要帮助 我们要帮助 有一个 我们要帮助 到 我们要帮助 你 问 我们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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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战 客下 你是说让我们虎头帮 协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 正是 这 让我们虎头帮 协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 这有点名不正 言不顺吧 什么 我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你看这大街上 你们的宪兵队 巡逻队 警察队 跟走马灯似的 这社会治安 还用得着我们虎头帮的人 去维持吗 我说 客上先生 您就别拿我开涮了 我这可是真诚的邀请啊 林牧 客长 我看您的精诚合作就算了吧 不过该做的 我一定会做的 客长 我觉得黄金宝这个老家伙 是在给咱们耍花头 他在给咱们装聋卖上 您不用对他这么客气 那我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用更严厉 更凶狠的手段去镇压 这样才能显示出 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强大和战无不胜 怎么 我说得不对吗 不能说你说得不对 但最起码是片面 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 我们作为占领者 必将会受到 被占领者的强力反抗 这点是无因之谜 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大计 收买人心态是不一样的 中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这强龙不压地头蛇 像黄金宝 人称南霸天 他就是这里最大的地头蛇 如果我们把它拉过来 这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压力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我们把它推出去 穿自己想象 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压力和困难 这一拉一推 可是有天壤之变的 好 好 好 太好了 好 您真的是从心里叫号了吗 当然了 当然了 太好了 那我邀请您 下次来看我的新节目 好 我一定捧场 可是我不希望看到 今天的情形 不会了 不会了 新任您虽然穿得普普通通的 但是我看得出来 您是个做大事的人 千万不要为了这些皮毛小事 逞强斗狠 耽误了您的大事 俗话说 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仇人多堵墙 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会下雨呢 您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 这点道理不会不知道吧 留不住 我今天可能喝得有点多 喝多也好 喝少也罢 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要五喝六的 算什么本事啊 你如果真是个热血男儿 就不应该 好了好了 您别说了 今天是我错了 我认 看来我这个专场 没白眼 你干什么 这个大洋是请先生喝茶的 不成敬意 请笑纳 来人 小夫人 您有何吩咐 去把朱铁汉给我叫来 是 小夫人 您找我 朱铁汉 你这个保镖队长是怎么干的 怎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去看看大少爷被别人打成什么样子了 铁汉 在 看见了吧 这要是老爷看见还不知道有多心疼呢 他要是怪罪下来 他要是怪罪下来 你朱铁汉吃不了兜着走 你朱铁汉吃不了兜着走 我这就去叫人 站住 你叫人干什么 回少爷的话 去教训教训打你的人 谁说我被打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我这 我这是摔的摔的摔的 一博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 布兰姐 我真不明白 你对那泼皮无赖 怎么就那么客气 这不是挺好吗 好什么好 那又怎么样 针尖对卖王 咱们又不是打不过他 打得过 就打他一顿 最起码让他长长记性 这个记性 他肯定长了 你就这么自信 俗话说 浪子回头 金不换 这个衣博 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小夫人 大少爷到底是被谁打的 我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朱铁翰 从现在起 大少爷无论去哪儿 你都得派人给我跟着他 他要是再出了什么事 哪怕是被碰掉了一块皮 我绝不饶你 是 还有 大少爷都接触些什么人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你必须详详细细地 如实跟我汇报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些人都打了 人不畏尽 天诛敌人 老子豁出去吗 蓝姐 红烟 怎么了 那个汉奸真机队长陈腾科来了 先生 您虽然穿得普普通通的 但是我看得出来 您是个做大事的人 千万不要为了这些皮毛小事 逞强斗狠 耽误了您的大事 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腰五喝六的 算什么本事 你如果真是个热血男 就不应该 有犊子啊 你就是个十足的混蛋 地痞 流氓 好 这位 这位 她现在就在这边 我有人管我我去把刑 来了 刘老板 刘布 你怎么来了 对不起 我们今天没有无偿演出 我昨儿不是来看演出人 刚才那个 不是罕见真机队队长成功科吗 这小子来干什么呢 我们这个戏班子大祸临头了 大祸临头 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跟你说说 抱歉 我很忙 你别 别太抱歉啊 这个谁知道 天上哪块云山下雨啊 这说不定我能帮你们的 你帮我啊 你帮我啊 谢谢 老许子 蓝小姐 蓝小姐 那人又来了 哪个人 是我 你来干什么 坐吧 是 蓝小姐 我今天来是想 想看演出 夜场还早呢 不是 不是 我今天来真的不是来看演出的 那你是 金条 对 这是九九九的赤足迹 你把镜条给我 蓝小姐 我知道 你现在遇到难处了 你正需要他 到一个新的地方 干啥都得需要钱 他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呀 到一个新的地方 没错 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要是不走呢 我要是不走呢 是啊 你说得对 天下乌鸦一般黑 只要有日本鬼子的地方 想逃是逃不出他们的魔障的 这样 你还能帮我吗 我试试看吧 我就怕 心勇于力不足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谢谢 谢谢 我是宁为玉碎 不为法权 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 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不不不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那么年轻漂亮 应该活下去 好好地活下去 我 我叫犊子 什么 你叫什么 我姓牛 叫犊子 牛犊子 你这个牛犊子 卖报啊 卖报 你好 来 卖报啊 来 让报 好嘞 卖报啊 卖报 来 卖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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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找了 好嘞 李莫科长 我找您是为了穆孙泰军被杀之事 你想跟我说什么 穆孙泰军被杀的那天晚上 我就跟他在一起 你们俩在一起啊 都干了什么 商量给他搞一个 让他朝思暮想的 中国姑娘 中国姑娘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大少爷 今天晚上呀 这里已经被人包出去了 你这是怕我给不起钱呢 这样吧 那小子包场出多少钱 我倒比他高出一倍 听力阁下 你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我的大少爷 我的活祖宗 这可不是钱的事 今天晚上包场的是日本人 您说 我惹得起他们吗 他们就是一分钱不给 我还得乖乖地摆着让给他们呀 你呀 是个识时务的人 好汉还不是眼前鬼呢 行 我不为难你 我改在明天 多谢多谢 明天您来 我一定给你打个巴掌 一言为定 行了 我到厂子里头随便看看 我陪您 不用 不用 你忙你的 看完以后啊 我就先走了 行 那我就不远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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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看够呢 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绝代佳人 难怪牟村会对他这么的鬼迷心窍 你们男人看见漂亮女人 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坦白地讲 是的 小心 女人可是魔鬼 也有可能是天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是啊 天使和魔鬼 就像隔了这么一层 薄薄的窗户 天堂的隔壁 就是地狱 天堂的隔壁 就是地狱 人是最后的红色 是谁 的 人是最后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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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